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鼓励 我要建造 但是我也要放下一些原则 因为在每个季节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到一些教训 如果那些教训没有被学到 那你会发生什么事呢 下一次你就要重复了 神不要我们去重蹈覆车 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必须能够辨别出神所要做的 我们必须要小心于仇敌所做的 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 他们很容易就跑掉了 随风飘移 那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去讲这个 希伯来书第12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它讲到一场赛跑 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12章1到2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城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他说他们曾经做过有个研究 他说在那个跑马拉松比赛赢的前三名 金牌 银牌 铜牌 金牌的跑者呢 他非常高兴 他说我赢了 我拿到金牌了 那个铜牌呢 也超高兴的 感谢神我还有一个铜牌呀 最不快乐的是谁呢 是银牌的选手 拿银牌的选手是最不快乐的那个人 因为他离金牌就只差一小步 他都可以闻到了 但是没有 拿不到了 他准备要去领奖牌的时候 你知道他赢了 那个银牌的选手往往是眼睛充满了愤怒的 因为他离那个那么近 但是他却失之好理 所以那个金牌跑者跟铜牌跑者超高兴 可是那个银牌的那个就不怎么高兴了 因为虽然他拿到了一个奖牌 他感觉却像 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表现得更好 在信仰的旅程当中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他这样说 唯一一场赛跑 只要你有结束 你就会有一个奖牌 在这信仰的跑道上 如果你赢 你跑完了你就会有个奖牌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 四章十九节讲到 他讲到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他说我生产到一个痛苦 到一个程度 只等到基督 生产在你的心里 谁要基督在我们里面成行 这场赛跑呢 你越跑越久 你就越像基督 你就越来越像基督 你原本是看起来像这个世界 你知道我的对手是什么呢 不是跟我旁边这个人在比赛 我的比赛对方也不是严密牧师 我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是跟我自己 是跟我自己 我跟他的这个赛跑的跑道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有神为他量身定做的跑道 那我有我自己的赛跑要去跑 神呼召是你跑你的赛跑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之所以能够得胜 是我必须跟他同心合意 是我必须跟他 严密牧师同心合意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场赛跑里面 我们需要彼此 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 像云彩般的见证人 他们在为你呼喊 鼓励你继续跑完这场赛跑 这场赛跑很有意思的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保罗称这个比赛叫做一场战争 如果你觉得 成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你天天坐在公园里面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每天跟你朋友手牵手 然后每天在公园里面拉拉拉 那你可能跑错跑到了 你可能跑到别的赛跑去了 因为这是一场争战 你知道我第一天加入 那个部队的时候 他们给我一把M16步枪 他们就说 这个东西 比你妈妈还重要 我说有东西竟然比我妈重要 他说就是这一根 你丢了这个枪的任何一个零件 在这个武器上任何一个零件 你可以跟你的生命说再见 你知道我们怎么跟我们的武器 睡在一起吗 我们把一个锁链在我们身上 把他绑起来 绑在我们身上睡觉 为什么呢 你最好不要失去你的武器 你跟他一起睡觉 你跟他睡在一起 这是一场战争 关于仇敌的属性 有一个是你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你去放假 他不会放假 他的策略 只要尽其所能 他用武器 不用奇迹来攻击你 所以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 你在跑没有错 然后周围人开始打枪射你 你可以想象吗 这是什么样的比赛 你的眼睛朝着 那个终点线奔跑 可是中间你在闪子弹 你边跑边闪子弹 欢迎你加入俱乐部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现在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我加入这个生命的河 哇这个有河耶 现在我在爱之船上面 突然间 这个爱之船 变成战舰 这也没有爱之船了 变成战舰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因为神要我们得胜 这是在这场赛跑里面 祂会磨碎我们 祂在比赛中磨碎我们 你知道我常常会讲这句话 当我握一个人的手的时候 我喜欢感受到这个人的手的 那个粗糙的感觉 粗糙的感觉 粗糙的感觉 如果我觉得这个人的手 好柔软啊 I have a problem 我就有一点疑问了 为什么 这个人需要一支四方 因为男人的手不是柔软的手 你知道我的爸爸 他非常努力的勤奋的工作 他的手呢 我现在第一次握了父亲的手 我觉得我在碰一个钢板 我说爸爸 为什么你的手像钢一样啊 他说我的手 它是一个象征 努力工作的象征 基督徒应当努力工作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哎呀好简单啊 你的圣经应该是写错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天堂是窄门 是困难的门 今天有些人这样教 哇超容易 你知道什么容易吗 你去不同的 你去错的目标当然容易啊 不是容易 它是一场争战 它是一场战斗 它是你要努力的 每天早上你醒来 你都会有一个决心 决心要进入得胜里面 神要你得胜 我真的相信 生命和教会 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里面了 是一个新的季节 突破的季节 复兴的季节 苏醒的季节 谁要将他降临在台湾 他也要预备你的教会 进入这样的里面 所以你怎么跑你的这场比赛呢 三个你需要的要素 第一点 将你自己完全地交给神 将你自己完全地交给神 神会按着你的信心的程度来衡量你 朱迪牧师今天早上说了 500个人 看到耶稣 但是到最后在马可罗里面 却只有120个人 那剩下380人去哪里了 他们错过了 他们错过了 你必须刻意地把自己交给神 耶稣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 不能进神的国 是不配得进神的国的 你必须把你的手放在篱上 继续工作 继续往前去跑 第二点 你不要走出神的命令之外 那神有个执行的范围 神统治的范围 教会是神所统治的领域 是神的行政单位 我永远都告诉人们这样的问题 你离开教会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选角士 第二个 棺材 只有两种方法 你离开教会无论任何的方法 你都会失去你应有的祝福 你会失去你的祝福 因为那不是神原本的设计 在1987年 当神呼召我进入全职律 当神呼召我进入全职律 我去到我的主任牧师那边 我请他来祝福我 恩高我 然后拆遣我 你走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你会带着这个世代传承的恩高前进 因为你从世代接到世代 所以你要留在神的治权范围里面 总会有一个诱惑 你会不同意 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你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没关系 这是很健康的 当我在军部队里面的时候 我的长官们总是会跟我这样讲 我会告诉我底下的士兵这样子 你可以不同意我说的 但是你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你就是顺服 在你顺服完之后 你就可以抱怨了 所以我学到一个东西了 在我顺服之后 那干嘛要抱怨了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工作了 你要留在神的治权范围里面 留着 在神所设立你的架构里面 因为神工作的地方就在那里 第三点 这场赛程 关乎 依赖两件事 听见跟顺服 请听跟跟随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两个重要的原则 当神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顺服 两年前 神对我说 在欧洲开始 History Maker的聚会 我在想 欧洲 因为总听见人们跟我这样讲 欧洲死了 欧洲死了 千万不要去 你知道吗 他们错了 他们真的错了 我们在欧洲开始 去年 那个聚会真的超有 神的充满 Judy不是跟我在一起 在那个聚会里面 在第二天 圣灵已经动工到一个程度 我不是开玩笑 边讲道 人们已经自己走到台前 在那边了 我记得我在那边 我在想 我还没有呼召 他们自己走到台前来了 我说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们好可慕 你知道当我们去到晨岛的时候 门还没有开 他们就在外面排队了 在外面排队要进来 所以我就告诉人 欧洲没有死掉 你死了 你死了 欧洲没有死 美国也没有死 你死了 因为到处真的都有很多可慕的人 到处都有可慕的人 你只是要去找到他们而已 因为懒人到处都是啊 那些懒人的时候 你不过懒人的时候 你最好先远离他们 你看到懒人的时候 哎嗨 然后就赶快跑掉 但是那些着火的人呢 你要贴近他们 现在我要给各位几个原则 这是我的信息最核心 因为我相信 特别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被呼召是 承载着神的荣耀 当我们离耶稣基督 再来越来越近的时候 神的荣耀会越来越强大 我给大家从旧约里面 看到的十二个原则 它会成为你一个准则 特别是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当你开始调整自己 当你开始委身自己 当你开始专注在 神要你做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相信这十二个原则 会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当你进入到这个新的季节里面的时候 这是重要的 我们翻开立位记 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 读到第二十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他鼻子的 肢体有余的 折脚折手的 驼背的 矮错的 有毛病的 长险的 长戒的 或是损胜的 都不可进前来 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 神对亚伦说 他说 他对摩西教 跟亚伦说 你世代要怎么在圣殿里面 侍奉 他给了十二个原则 他是讲到 这个是身体残疾的部分 这里面总共有十二个病症 是会使你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 在新约当中 不论你在身体上是什么样的残疾 什么样的疾病 那个不是重要的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完整的 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旧约这个部分 在旧约里面 有十二个 讲到他的身体 是需要长得完全的 可是在新约里面 我相信神在找寻的是什么呢 不是身体上的完整 他找的是属灵肢体的完整 我给你一个经文 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 他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要进入到完全里面 他说我们要进入到 一个成熟的根基里面 神要我们竭力地进到完全 但是如果你要到达 完全的地步 有时候你必须要处理一些事情 有时候他们问一个 跑马拉松的选手 他们跑了那个二十英里的旅程 在那个旅程过后呢 他们问他一个问题 你碰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具有摧毁性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每个人来说 他最压抑的事情是 他说 他说在这个赛城里面 我最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那些小石子 他说为什么 他说当我在跑的时候 这个小小的石头 会跳进我的那个鞋子的缝里面 然后我在跑 然后那个东西在磨损我 在使我被磨损 当我越跑越久的时候 它会更深地跑到我的脚底板里面去 它会让我整得很痛 这个小石子让我很想停下来 让我想要放弃 所以今天晚上 我要讲的是 在你这个比赛当中 跳进你鞋子的小石子 所以我们能够再一次地 恢复回到这个比赛当中 回到你的呼召当中 在这边有十二个是我提到的 这讲到属灵的原则 第一点 瞎眼的 瞎眼的 一个没有异象的人 欲不见神 如果你要进入到复兴里面 你的焦点必须放在异象上面 使徒行传第26章第19节讲到 当保罗站在西律王前面的时候 他这样说 他说我并没有违反 我这个我从天上得着的异象 这是一个何等的见证 在他人生的最后面 他说我并没有把这个指望拿走 一个他从大马四个路上所看见的 我完成了这个 我已经完成了 跑完了 你的焦点必须放在异象上面 我要提到几件事 第一点 你必须把你的焦点放在异象上面 异象的运作方式是这样子 生命和基督教会 这个异象 要栽子一堆像7-11的教会 有多少人知道 这是翁里君牧师的异象 128间教会 我记得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 我说哇 哈勒尔亚 这是何等大的异象 这是这个教会的异象 这是这个教会的方向 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必须成为这个异象的一个部分 你必须加入你的手在这个异象里面 17年前我加入了这个异象 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在台北开另外一间教会 我可以啊 我可能可以这样做 我有些人跟我提出这种邀约 可是那个不是我的意象 我的意象是什么呢 是要支持翁牧师的意象 单一的意象 所以当我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会打电话给我 他会打电话给我 礼拜五晚上 电话响起了 我太太就知道 我觉得那可能是翁牧师哦 我就接起了这个电话 我就听到他说 你可以来吗 我说什么时候 他会说现在 我太太会说 你拜一见 拜拜 我不跟你开玩笑 有太多的时候 那时候我机票买不到 我只好去机场就拿了行李了 那我的那个所有的会友跑过来找我 牧师你要去哪里 台湾 走了 拜拜 我是一个很聪明的投资者 我真的很聪明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到这边吗 你知道为什么的 因为我要加入这个意象里面 我对钱没有什么兴趣 我对这个投资在这个意象里面不要兴趣 当我上天堂的时候 当耶稟牧师回天家的时候 当义禅传道回天家的时候 当义禅传道回天家的时候 他没有得奖赏的时候 神会说 只有百分之九十 为什么呢 神会说 百分之十 属于那个英国人 这就是我的奖赏 我的奖赏是这个 跟着意象 有很多人到这边来 当你去跟一个128件教会的意象人 混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间你个人的意象也敞开了 但是有时候会错过一些东西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意象 跟牧师的意象是连在一起的 你的意象跟他的意象距离不远 如果神呼召你的意象 那个远离了你主要在教会的意象 你知道它会变成什么吗 电视 节目就关了 电视就打开 关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跟源头连在一起 我教会在30年前 我的母会把我差遣出去 你知道吗 直到今天 我还在持续在完成 那个差遣我出来教会的意象 因为我的教会 是新加坡那个复兴开始的源头 我的主任牧师是新加坡复兴发生的时候 那个主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神用五个牧师把那个复兴带下来新加坡 他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跟他走在一起 因为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带着不是我的火 而是他的火 如果你要跑完这趟旅程 不要远离主要的意象 要留在这个意象当中 支持那个意象 要跟这个意象走在一起 然后试图在这个意象当中 找到你属于你的位置 有些人呢 可能是属于乐器的部分 有些人呢 可能是行政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是经济的部分 当你跟这个意象连在一起的时候 不论你有什么恩赐 他都会开始被争 所以第一点 走在意象里面 走在主要的意象里面 一个瘸腿的人不能够靠近神 第二个人讲的是瘸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生命是不平衡的 这是一个预表 讲到一个人 他容易跑到极端里面 请你注意我再说的 这个讲到瘸腿的 这个瘸腿里面瘸腿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 他们总是活在极端里面 意思是他们的焦点 都是那些极端的事情 他们到教会前面来 他们可能会说 今天我赢得了五个灵魂 下个礼拜天 我赢得了十个灵魂 下一个礼拜天 我赢得了十五个灵魂 哇 那个数字持续攀升 有点可怕了 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赢得灵魂当然好啊 但是他现在有压力了 他没有与神同心 反而是在证明自己的能力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他变得越来越极端 我们要小心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你只是一般会友而已啊 有时候你当个平凡的人 是好事情 如果你开始充满了极端的行为 危机是什么 你会到一个地步 你觉得神彰显了他自己 可是神却没有在那边 当我们去到一个教会 我们去找金粉在哪 就找那个钻石粉 然后呢 没有粉了 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你可以找的是那个粉 而不是耶稣 危机在哪里 神彰显当然很棒啊 我们越多粉越好啊 特别是如果是钻石 这是最好的东西啊 但是 如果它不见了 它没有出现的时候呢 你不会变得 你的属灵程度 不会多或少 你不会因为这个 就多或少的属灵程度 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不要走的 好像不平衡一样 你必须要有个平衡 在我们跟神同行的里面 有人问我 过去十八年 我礼拜六晚上都不睡觉 因为我总是把礼拜六晚上献给神 因为我在睡礼拜天早上有能力 这是我跟神之间的伟生 所以他们问我 牧师 礼拜一你干嘛 我睡觉啊 然后他们说 你睡多久 我睡到不能再睡为止 如果你礼拜一打给我 我会把你杀了 Hallelujah Balance 平衡 Come on Balance 平衡 有些人觉得 Going for a holiday is not scriptural 放假是不合神心意的 Come on 拜托 It's balance 平衡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 你要放假 Come on Why Because you are body Soul Spirit 因为你是灵魂体 三个合在一起的 You are not just spirit Some people are only spirit 有人觉得自己是个灵 天天飘来飘去 Only spirit 哇 圣灵飘飘飘飘 飘 再飘 You are body 你是有身体的人啊 You are soul Come on 拜托 You need your emotions 你需要你的情感啊 To be blessed Hallelujah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time 你要享受美好的时间 You know with some guys 跟着一些弟兄们 享受美好的时间 You are going to play soccer 然后去踢踢足球 And feel like Walker 那感觉好像 你在踢世界杯一样 Hallelujah But it's just local football 那其实只是你在 跟人家公园里面 踢足球而已 It's good for your soul 这对你的魂很好 God wants you to walk in balance 谁要你走在平衡里面 Hallelujah If you're going to finish well No.2 There must be proper balance 所以你必须要有平衡 这是第二个重点 Right Regarding all matters 是在一切的事情上 你要有平衡 第三点 A mud face 他鼻子塌陷的 In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 It says A nose that is squashed Yeah 他鼻子 鼻子被压扁了 What does it speak of? 这个预表的是什么呢? It speaks of a lack of discernment It speaks of a lack of discernment Okay Lack of discernment 没有分辨力 This discernment is not the discernment Which is the gift of the Spirit 这个不是讲到属灵的分辨力 Okay But rather this discernment 他不是讲到分辨诸灵的恩赐 他讲的这个分辨力是什么呢 It's a result of growth and maturity 是成长成熟的结果 Right In Philippians chapter 1 verse 9 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 Paul says that you may abound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still more in knowledge 他说你们在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那个英文翻译做 你们的分辨力 There must be discernment in the church 在教会里面应当有分辨力 Trying to distinguish What is of God And what is not of God 分辨出哪些是属神的 哪些是不属神的 Come on One of the things you notice in these days 在这些日子里面 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It's body ministry 就是那个属血气的事后 Every part of the body function Oh It's just 肢体的事后 所有的肢体都有它的功能 If I go to any church 我去 如果我去任何一间教会 If one person 如果一个人 Is the apostle Prophet Pastor Teacher Evangelist 如果只有一个人是使徒 圣诞 牧师 传福音的教师 I run 那我就会远离那个教会 Why 为什么呢 Because if they have all five 因为他们五重子师都有的话 Maybe they are also the devil 可能他也是魔鬼哦 Come on Are you following me 你明白吗 Every time prophecy 每次预言 Same person 都是同一个人在发预言 Dangerous Oh 那很危险 Come on Every time direction 每一次讲到方向 Same person 同一个人 Anybody has a word from God 任何一个人 有从神来的话 一个人 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Just one man Something is wrong 那一定有问题 Come on Something is wrong 一定有问题 Do you know how many churches have failed 你知道有多少教会 因为这样而失败吗 Because they start building their ministry on that one person 因为他们围绕着 某一个人建立的 他们的事工 Only that one person has dream 只有那个人 有意向 Only the one person have prophecy 有预言 Only the one person have direction 有方向 Error 这是错的 Come on Error 这是错的 One time I had a youth leader 有一次我带了一个年轻的领袖 You know The Holy Spirit told me Test him Test him To see if he's serving me Or serving himself Test him Test him to see if he's serving me or serving himself I said how you want me to test him Test him 那我说 主啊你要我怎么测试他呢 Ask him to take a break for six months And get someone else to take the leadership And get someone else to take the leadership The minute I did that 当我做的那一秒钟开始 The next week 下一个礼拜 He wanted to quit 他就想要辞职了 Why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He is the alpha and omega 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首先的末后的 No such thing No such thing No such thing You know I run history maker All over the world 你知道我的history maker 在各地都有特会 每次我去到一个 history maker特会的时候 I don't even decide When I preach 我都不会自己决定 自己什么时候要讲道 I don't 我不会这样做 He does 神 圣灵来决定 He tells me when 他告诉我什么时候 There were three conferences three years 在三年 连续三年 有三次特会 三个特会 圣灵告诉我 Don't touch the microphone 连麦克风 连麦克风都不准碰 Can you believe that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 I was standing in front with All the leaders from the nation 我可以说 列国的领袖 站在一起 The only thing he told me 唯一他告诉我的 就是 Send that one Send that one 你把这个 Send that one 现在他讲到 他讲到 他讲到 That was my favorite conference 这是我最有 我最喜欢的一场聚会 You know why 你知道为什么吗 Nothing to do You不用做什么事啊 No stress Hallelujah 没有压力 感谢主 Just arrow people You go You want to go again Go 你要再去一次 Oh my god 上去一次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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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没关系啊 Hallelujah Discern 你要有分辨力 Discern 分辨力 What is God What is not of God 哪些是出于神 哪些是不出于神 I had a lady Just recently 最近有个姐妹来找我 I don't want to mention name 我不要提她的名字 She said a very famous prophet She is a famous prophet No no She wrote to me about a famous prophet Oh 她写了一封信 关于一个很有名的 先知的事情 This guy is now being used in the US all over 这个人在 整个美国各地 被神使用 And she wrote to me a letter 她写了封信给我 She's a pastor 她说那个牧师 I got cheated by him 我被他 被他骗了 I was thinking How 我都想 怎么被这个牧师骗 Wow 她的email 整个故事 很长很长 So I read the story 我就读完那个故事 It was a sad story 但是我读过 最难过的故事 你知道这个先知 告诉五百个人 神告诉我 要买两个公寓 In 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买两个公寓 For Elijah and Moses 为了以利亚跟摩西 买好公寓 For Elijah and Moses 为以利亚跟摩西 买好公寓 So she gave So she gave So she gave He said a lot of people gave He bought an apartment 他买好 买好的公寓 For himself 结果他自己住进去了 Eli亚跟摩西 Never come 没有来 还没有来 Never came Never come So stupid How can you be so stupid You can do so 愚昧 Why Elijah and Moses Need your money to buy apartment Eli亚跟摩西 到底为什么 需要你的钱 来买公寓 好奇怪 拜托 Moses built Tabernacle You think he won Apartment 摩西建了一个 整整一个 这么大的慧慕 难道他需要一个 小公寓吗 No discernment 没有分辨力 No discernment 没有分辨力 You must have discernment You must have discernment Come on You must have discernment You have a lot of speakers Come into your church 有很多讲言 到你们教会来 A lot of church people Do this mistake 很多教会的人 都犯这个错 你知道他们开始做什么吗 他们开始去支持 那个讲员的事工 你知道这个不是你的 最优先的顺序吗 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是你的教会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你想象 如果我去上班 然后我去领薪水 那我把我的薪水 拿给隔壁的阿姨 我不知道你妈妈 会怎么想 我妈妈会这样说 会逼我住在 那个公车 在那边睡很久 你知道她会说什么吗 你给我们邻居 那个阿姨 你就去那边睡觉吧 这是你家 这是你的教会 这是你最主要的支持的地方 就在这里 有些人你沉默不语 你的钱可能去不对的地方 我们认识会结束 我们会为你认真祷告 套顾你的家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代表的是你 这个家代表的是你的 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你的奉献 你在这里吗 第四点 一个肢体太长 有余的 意思是什么呢 多余的血气 有些教会 他们的教练很多 在什么地方上面呢 就是 跟会友与会友之间的 那个团契生活 他们今天叫这种教会 叫做什么教会 就是那个 注重那个 那个专门找 这么满足 就是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 它是为了满足别人的 喜悦的感觉而设立的 这不是一个俱乐部 我不晓得台湾教会是什么情况 可是在新加坡呢 有些教会 他们做这种事情 做到一种极致 在那个中国新年的时候 教会竟然开始 舞容舞师 他们穿上那个舞师的 那个服装 在讲台上跳来跳去 在台上舞师 有些教会 他们长者比较多 因为那些比较年长 喜欢赌博 他们学玩冰果 他们有这什么东西呢 那个礼拜五 那个冰果之夜 所以很多人到教会来 22号 你可以想象吗 为什么 因为太注重团契生活了 用友谊的关系 整个教会都 他们都在搞这些 这些party啊 团契生活啊 哇 要过得很棒 很舒服啊 很快乐啊 要祷告 没有人 没有人 只有牧师跟师母 在祷告 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在里面 祷告会祷告 然后到冰果之夜的时候呢 哇 好多人啊 然后牧师说 可能牧师应该改一个称谓 从牧师到那个 那个 庄家 赌场庄家 那个名字要改一下 不是在生命和教会咯 是那个 是生命和赌场 你在开玩笑吗 今天真的有教会这样子 他们今天真的有教会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今天这些教会呢 他们会讲那些 激进过度的恩典 他们在教什么东西 你不用祷告咯 耶稣帮你祷告就好 Only Jesus pray You don't need to pray 耶稣负责祷告 你不用祷告 Can you imagine 你可以想像这个画面吗 Are you kidding 你开玩笑吗 Are you kidding 你在开玩笑吗 No discipline 没有任何的纪律 No hunger for God 不可慕神 But all flesh 完全的属血气的事情 然后他们教导什么 Oh Oh You don't even have to ask for forgiveness 你不用去求饶恕了 Because your sin Already forgiven 因为你的罪已经 全部都被饶恕了 The sin you are going to do Already forgiven 还有你接下来要犯的罪 全部都饶恕了 Already forgiven吗 都被饶恕了吗 Just do 那就放心啊 没关系去做啊 This is excessive 这是过头的 Excessive 过头 Come on This is error This is error Hallelujah Amen This is error This is error This is error You see If you have a weak church like that 如果你有这样的教会 那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 You can't fight 你根本没办法征战 You can't fight 你没办法征战 You can't win 你不能征战 你就不能得胜 Come on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military 当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 我的指挥官 从来不会跟我讲 Wake up when you feel like 当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 再醒来 If you are tired 如果你累了 就休息 没有意思 It's okay No worry 没有忧虑 What would happen 那会发生什么事 No war 没有征战了 You know When the war starts 当战争开始了 White flag 那个 你马上举白旗 White flag 白旗 Because cannot fight 因为打不了仗了 Come on You got to put The flesh in its place 你要把血气 你要制服你的血气 Hallelujah You got to put the flesh in its place You got to put the flesh in its place You must not allow it To have excessiveness 你不要容许 它能够去这样子 控制你的生命 No.5 第5点 It says broken footed 折脚折手的 Proverbs 25 verse 19 It says It says Confidence in an unfaithful man Is time of trouble 25章19就讲到 患难时 倚靠不忠诚的人 好像破坏了牙 挫骨缝的脚 Right What is God looking for 神在找的是什么呢 Whether five people 找一点点人 Five hundred people 五个人还是五百人 Five thousand people 还是一千人 God is looking for faithful people 不论有多少人 神在找的是忠诚的人 If you cannot be faithful with two He will not give you twenty 如果你这两个人上面 都不忠心 神怎么可能给你二十个人呢 Come on Be faithful with the assignment He's given 终于神所给你的呼召 When you are faithful He will bring the increase 当你忠心的时候 它就使你增加 Right Your faithfulness Demonstrate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你忠心的程度 彰显的是什么呢 彰显的是 你对神的坚定 Because it shows that you choose to honor God 因为这个坚定 会告诉我们是 你选择去尊容神 Number six A broken hand 一个你折手的 Inability to serve 没办法服侍 的意思 And a lack of humility 折手的意思就是 没办法服侍 然后缺乏谦卑 缺乏谦卑 1st Peter chapter 5 verse 5 彼得前书 5章5节 告诉我们 他说 你要披戴谦卑 神说 他抵挡骄傲的人 你知道 很多时候 最难过的一切 是什么呢 人越来越多认识神 他们就越少服侍 这一定有问题 因为这个顺序 不是这样子 它的顺序 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 当你越认识一个人 你就越多的 去服侍这个人 我告诉我太太 我告诉我太太 我可能是一个 得胜者 战胜者 征服者 但是她却得胜 而有余的 你知道为什么 她比征服者更厉害吗 为什么得胜有余吗 因为有时候 我在外面旅行 步道六七个礼拜 我在整个国家 到处讲道 到处旅行 回到家 老婆给你 这边有 一万块给你 谢谢你 老公 这叫做得胜有余 就是把那个 征服者都战胜的 那个人 我只是那个 战胜别的东西的人 她是另外一个层级 另外一种 等级的得胜者 基督教 它是建立在一个 仆人的心智 跟一个谦卑的态度上面 不是你多有领导能力 而是你多能够 起来谦卑的属性 如果你是真正的 如果你是一个真仆人 你就会有真的影响力 一个真实和谦卑的仆人 他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大的 当你停止服事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孤岛 耶稣 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他拿了一个衣服 然后束了腰 然后去洗好 他所有门徒的脚 耶稣最后的示范是 上十字架前的示范 是做仆人 你要知道做仆人的心智 你不会做仆人 你就不能当领袖 你越想要带领 你就要愿意成为仆人 你要学习被认出 这些属灵的原则 如果你要继续跑 这场比赛的话 第七点 驼背的预表 一个驼背的 这个预表是讲到妥协 今天教会最大的罪是什么呢 是妥协 妥协 很多人只想要做够的就好 做最少的侍奉就好 但是呢 当他们去天堂的时候 他们期待自己坐在保罗旁边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 他们想坐在保罗旁边 可是在礼拜天早上来教会而已 聚会十点开始 他们十点半走进来 但是他们想坐在保罗旁边 他们的生命 他们生活的模式并不跟经文是符合的 它是会去妥协 我们必须要小心 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因为我们很容易妥协这个世代的事情 我是一个企业社团的人 我遇到那种 我遇到好多人 我说神祂祝福我 增加我的财富吧 然后你的财富增加了 祝福增加了 礼拜天你就不见了 没有看 不见了 没有看到人了 那个弟兄发生什么事啊 他现在 因为他那个在加班 因为现在呢 太多钱了 太多钱 现在你要祷告 主啊 你要那个钱留停止吧 所以他能够回到教会来 为什么 你赚得了全世界 可是却失掉你的生命 这个是有益处的吗 你要把对的焦点 放在对的事情上面 你赚得了全世界 可是却失去了你的生命 值得吗 教会妥协不值得你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 信与不信 不能同父一二 有些人说神啊 我一直在祷告 一个先生 一个老婆 这是没有人啊 都不是基督徒 都看不到 然后祷告 祷告 祷告 heaven come 基督徒里面都找不到 都没有来 然后他们就不祷告了 神啊 他们就主啊 神啊 什么男人都可以派给我吧 什么男人都可以 有眼睛 有鼻子 有耳朵 就可以了 标准就没了 有多少人 因为信与不信 同父一二 就直接就离开神了 数以千计 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 你要跟那种不同的人混在一起很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因为科技实在太发达了 你开始往那条路走下去 你要怎么知道 什么叫信与不信 不能同父一二 你就注意到 你自己个人的灵性去哪了 有些人会这样 发生什么事 他们失去了他们对服侍神的火热 他们失去了他们对神有的热情 他们失去对神的兴奋 过去一个他们听到见证就好兴奋 可是现在他们听到见证 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没有任何的效益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脱背了 脱鞋了 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原本你的渴望 你要去小心这件事情 什么是重要的呢 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维持重要 那些更重要的呢 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就要维持不重要的程度 我认识很多牧师 我认识很多服侍神的人 他们总是喜欢住在某一种等级的旅馆 他们总是要去坐在某一种车上旅行 他们总是要坐在某一种舱等来飞行 不要变成那样子 不要变成那样子 你要让主的关系 让你跟主的关系是保持纯净的 是单纯的 那不要去妥协了 让主要的事情能够就成为主要的事情 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 你要去检视自己 我上一次我心在祂面前是柔软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吗 那你可能就有问题 三个月前 你开始准备要遇到麻烦 因为你的心 应该在神面前是柔软的 而且是今天早上 就在今天早上 不要去到妥协的地方 下一个重点 它说矮的 它讲到这个矮是不成熟的意思 在明书记第一章第六 第三节 明书记第一章第三节 凡以色列中 从二十岁以外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都要召他们的军队数点 然后第四章 第三节 三十到五十岁的人 能够在会幕办事的全都计算 注意吗 你知道神在 这个打仗的事情 也就是 打仗的事情 跟属灵的事情上面 祂都有个标准在那边 祂会在自然界当中寻导 那个在 我们一般比较成熟的人 然后在灵里面 找那些属灵上面成熟的人 这边叙述的是什么呢 二十岁他可以去打仗 但是只有到三十岁 他才能够到会幕里办事 属灵的成熟度 是需要时间来长成的 它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这边学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必须要让属灵的成熟度 在我们里面发展起来 有些教会会犯这样的错误 他们太快使人进入到服事里面 到属灵的成熟的服事里面 那会发生什么事 当他们被放进这里面的时候 他们无法承担他们的执事 他们无法承担他们的执事 在这边是有原则的 一个十岁的小孩不可以结婚 当然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成熟 不管他 他根本不知道结婚是什么 他没有能力赚钱 那我们在等事 我们在等到他长大 所以作为教会你要等人长大 然后在每个领域里面 每个阶段里面 你会当你去设立人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一下他的成熟度 有些人会满嘴说对的事情 他们的外表都是对的样子 可是他们里面没有成熟 里面没有成熟 成熟是需要时间的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在外表 就是你的属世上面是成熟的 有时候一旦到属灵的事情上面的时候 它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人生当中 有一些经历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经历会帮助他们 更理解属灵的成熟 你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的教会 是要有效率的 是要能够走在前端的 不要赶快 不要急着跳进你没有被呼召的事情里面 有些人来告诉我 我要跟随你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说拜托不要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我告诉他们 你不会想要我的这样的一生的 我的一生是给我自己的 如果你来 可能一个礼拜你就自己放弃了 你跟着我吗 你明白吗 因为这个人不是被呼召进入到我的计划里面 我也没有被呼召到神给你的命定里面 我没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去处理你的事情 你要保持这个 你要明白这个面向长到什么样子 是神呼召你的样 的地方 眼睛有毛病的 它讲到你的意义像模糊的那个样子 它讲的是什么 那个三心二意的 一个三心二意的人 他没办法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 你的态度必须要是专注的 专注的 当我开始History Maker的时候 我就告诉别人一件事 你要History Maker到你的城市吗 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 我们来之后 我们离开之后 你的教会一定不太一样 你最好预备迎接这个不同 你知道有个问题是这样子 在History Maker我们没有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事工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牧师会来告诉我 我们要人们来做 有些人要进入到全职 我们要付他们钱 他们就不想来 但是我们呢 我们还必须 但是我们必须要阻止人 来加入 进入到全职服事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是呼召人去为主而死 他们预备好了之后呢 你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呼召是很清楚的 是复兴 是复兴 不论我们去到哪个城市 我们都呼召人 进入到复兴里面 所以有些人告诉我 来鼓励我的教会 你错了 你找错人了 我不会鼓励你 因为可能我们来完之后 每个人都想为主而死了 你最好想一下 你邀请了什么样的讲运 你的焦点是要专注的 你必须要专注 不是三心二意 如果耶稣医治 他就是要医治 那就是解决了 如果医治没有发生 那不是耶稣的问题 专注 我可能要去想一下 为什么耶稣没有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 但是耶稣的确是医治人的 耶稣是拯救人的 所以我必须要去找出原因是什么 要怎么使教会增长起来 要怎么使教会 信徒们增加 所以你的焦点要专心 第十点 皮肤长显的 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到没有新鲜的 没有更新 讲到的是旧皮囊 总是一样的恩膏 老的恩膏 为什么恩膏都是一样 都是老老的呢 因为再也没有跟神相交 这个缺乏更新 它是一个反射 反应 它反应出来的就是 我们缺少与神密气的关系 圣经讲到 神的话语是 会使我们被更新 我们会被更新 心意更新而变化 每一天早上我们的领受都是新的 是新的 我们每天早上都应当领受新鲜的马纳 新鲜的启示 你可以想象吗 你去到一个教会 每一个礼拜天 牧师上台了 回改 下个礼拜天 再一次回改 你会感觉到每个礼拜天 都被那个皮鞭打一打 你要回改多久啊 每个礼拜天 都到走到台前回改 回改 回改 我有几个朋友 我很怕跟他们去吃饭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每次点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我说我们去吃饭 你要吃什么 开饭 鸡饭 鸡饭 每一天都要吃鸡饭 每天吃午餐 鸡饭 鸡饭 在四五次之后 我们要去哪里啊 吃鸡饭 没有新鲜的东西 那你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很无聊啊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的是 不同的东西 那个教会的肢体的 不同的色彩 就好像那个 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冰淇淋店 有三十二种口味一样 有很多种 三十二种不同的口味 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 有各种不同的口味 等着你 你不知道明天谁 要怎么对你说话 好期待 但你要到神面前 带着个期待 你每次到神面前 他不会说 我要打你一巴掌 然后跟你说 主啊我爱你 然后他说 我要打你一巴掌 在过一阵子之后 你会觉得 哇这是神还是帮派首领啊 不是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越爱上神 你就越惊叹他的作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见 神爱不同的 神的恩典 爱与良善 还有他的耐心 他的良善 他的慈爱 他的怜悯 你就看到更多了 是新的 神会对你做什么呢 他会使你被更新 更新 而且是新鲜的 因为他要使你能够去明白 他在最新的作为是什么 十一点 他讲戒的 戒讲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救伤 就是不饶恕的意思 如果你要留在你的侍奉里面 你要服侍神 你要走在最前面的话 学习饶恕 学习去饶恕 当你在这个 赎血气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你一定会犯错 然后你可能会被冒犯 但是你要学习 原谅跟饶恕 学习放手 不要紧紧抓住那个怨恨 不要紧紧抓住那些 那个你不爽别人的地方 因为你每一天都必须要走在 劳恕的桥梁上面 如果你没办法给出劳恕 你就不能够领受劳恕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劳恕 那你就要学会给出劳恕 不是他们配不配的劳恕 而是你要学习去劳恕 人们一定会伤害你 教会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事 你知道每一个人的事 所以如果你要保持健康 要学会劳恕 劳恕 放手吧 放手吧 当我跟我的教会的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我会纠正你 我会调整你 但是我们结束之后 我们就真的就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一起喝咖啡 这个议题不会再出现 那就结束了 你明白吗 我不会坐在那边然后说 两个礼拜前 有些人真的很可怕 在1956年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21岁 然后大概11点的时候 我说哇你要记起这个 需要很多的 很多的 很努力的去记 要花很多的 费神费力的去记 那就是浪费你的精神 你知道你可以记什么吗 你可以记起人们的良善 你要记起他们的好 你应该记起人的怜悯 为什么呢 彼得就这样说 不认有什么好消息 不认有什么是纯洁 那些纯洁的那些高尚的事情 你要记得那些事 你要记得那些事 Amen 剩下的呢 忘记吧 当人们走到你前面来 很抱歉那时候我伤害你 你应该说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呢 如果神可以忘记你的罪 那你也可以忘记你的罪 我可以忘记 我们真的可以忘记 你知道有一些人 在教会会有人离开 他们会来 我们不可以祷告这么祷告 主要他们离开的话 追他们吧 揍他们一拳吧 这是家 这不是台湾帮派俱乐部 我知道台湾的政治是怎么样子 我以前看台湾的国会丢椅子的时候 哇他们真的还会揍来揍去 打来打去 那个已经不是一般的打架了 他们是揍对方 他们穿西装的很帅的走进去 然后就开始打架 不太对的灵 不对的灵 如果你有基督的样式 不是你打了对方多少拳 而是你被挨了多少拳 耶稣说 如果有人给你打左脸 有人打右 你就可以打左脸 这就是属神的事情 你知道耶稣做的时候吗 很奇妙 学习 他告诉彼得 你会离开我 你会去听魔鬼的声音 然后你会离开我 我为你祷告 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的脚断掉 手断掉 头也断掉了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耶稣没有为彼得这样祷告 他怎么祷告 他说 我祷告 你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预留了空间 给他的门徒们 来犯错 教会 你要预留空间 预留空间 预留空间 在关系里面 你要预留空间 给对方 婚姻里面 你要预留空间 给对方 教会里面 你要预留空间 给彼此 你会犯错 没关系 我的爱不改变 我的怜悯 没有离开 耶稣是 他把那个 为了那个 九十 为了那只迷失羊 他离开了那九十九只羊 他就追了那个羊 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祷告 为那些离开的祷告 你要祷告 神啊 把他们带回来 带他们回来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祝福 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生命的祝福 你看顾他们 你保护他们 让他们不要受招牌 把他们带回来 如果你把他们带回来 如果你这样祷告 这些后退人 他们都会回来 那些倒的人 他们会再次站起来 最后一个重点 十二点 它说损坏圣子的 意思就是不结果子 不结果子 这个英文翻译成太贱 如果你跟神不连在一起 你就无法结出后代来 不论你做什么 都结不出来 可以存留的果子 这讲的是什么呢 它讲到一个重点 耶稣说 如果你住在我里面 我住在你里面 你就会多结果子 它讲的不是教会 它讲的也不是你的牧师 它讲的也不是你的会友 它讲的是一个重点 你是不是住在耶稣里面 你是不是住在耶稣里面 如果你住在他里面 你就会结出果子 你就会多结果子 你就会有属灵的果子 你就会有物质的果子 神会祝福你 不论你所做的事情 你都在蒙福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住在耶稣这个真葡萄树里面 因为你住在你里面 所以神的生命就从你里面涌出来 当神的生命力在你里面涌出来的时候 无论你手所碰到的是什么 生命力都要爆发出来 都会有生命发生 会有生命力出来 如果你你是想要经济 那就紧紧连接于基督 如果你需要一个新的工作 紧紧连接于基督 如果你需要突破 紧紧连接于基督 他是吃生命的力量 当你连接于基督的时候 你一定是多结果 教会 你现在处在的季节是一个突破的季节 是一个复兴的季节 但是我们呢 要能够进入这个季节 保罗是这样说的 忘记背后 努力向前 抓住他 你抓住他原因是因为 神紧紧抓住了你这个人 我们需要放掉背后 有些事情在你里面可能是不顺遂的 或在你里面是有一些 你甚至是有一些怀疑跟疑惑的 是你必须要放手的 你要放手 你要去放掉那些荒谬的东西 因为当教会进入到不同转化的季节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堆那种东家长西大传的话 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 当我的牧师在牧会的时候 那是我们到一百人的时候 我们制造出来三十五个宣教士 因为我的牧师就是那种火的侍奉者 他总是就是拆派人出去 那个人 我的主任牧师是史鲁勒事工在亚洲的负责人 我记得 那时候我是那个青年领袖 在那边有很多那种流言蜚语到处传来传去 我去到神面前 我说主啊 我该做我能做什么 因为我整个被撕裂了 有一组人往这边 有一组人往那边 但是没有人往上边 全部都左右 前后左右 我说主啊 我该做什么 我要怎么回应呢 神告诉我一件我从来不会忘记的事 听不到 不用说 看不到 我的领袖 我的问题 只要跟随 我有很多年轻人 在等 等着我的决定 那我说什么呢 我们哪里都不去 我们绝对不离开 因为这个 这个牧师是我们的所谓父亲 我们没有选择他 是神选择了他 是神选择了他 直到他拆遣我们 我们哪里都不去 我就留下来 在1987年 他拆遣我去了中国 那天我的事丰真的开始了 我今天在跟各位讲什么 你现在正在跨入一个新的季节 这个新的季节 在你里面有很多 有些很多想法 然后你会讲到 人的事情很多 甚至你对领袖有很多的意见 跟教会的结构 你有很多想法 但教会的策略 你有一些意见 但今天呢 你要做好一个决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与这个教会是在一起的 是神呼召我来的 来建造这间教会的 成为这个意向的一部分的 任何一件事 是负面的事呢 关于这教会负面的事 都是 都是讲到我 都是跟我有关 我一点对这个都没有兴趣 我对这些负面东西没有兴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这个教会失败了 那就是我的失败 我不是一个失败者 我不是一个失败者 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失败的教会 这个教会 才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里面 新的突破的季节 荣耀的季节 前进的季节 不认神做什么 他是清洁净的 他在做洁净的工作 他在做更新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季节 我在跟你说什么呢 你要洁净你自己 洁净你自己 洁净你的生命 每一天 每一步 第一步 每一步